孙颖莎和伊藤美成再次会诗半决赛 究竟最后会是谁更胜一筹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开局孙颖莎状态火爆 拿到三个赛点 不料伊藤后称发力 连班两局 难道这是要复刻莎莎女团逆转她的剧本 淡定 好戏才刚刚开始 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女子乒乓球世界杯 终日两位20岁少女的对决 相信了解乒乓球的都应该知道 中国本人第二的话 日本肯定敢站出来任第一 但他们也只能口头上说说而已 回到赛场上还是要被我们吊打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场比赛 莎莎在大比分3比0 并且赛点局一度9比7领先的情况下 居然让伊藤找回状态连班两局 那么伊藤能复刻莎莎女团逆转她的剧本 完成复仇吗 下面就跟着小编的脚步 回到这场让人既紧张又兴奋的比赛 比赛一开始 伊藤就用上了新学的发球技术 不过在莎莎面前只不过是班门弄斧 莎莎直接2比0领先 但刚出关的伊藤可不是吃素的 迅速调整追分 比分来到5比5 但好景不长 专注于比赛的莎莎利用自己的发球轮 让伊藤接连撞网 比分来到10比6 莎莎拿到小局赛点 正当大家都觉得莎莎顺利拿下第一局的时候 伊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扑 利用她前三板的优势搏杀 再次将比分追至10平 最后关键时刻 莎莎捉住自己发球轮的机会 敢于出手 以12比10有惊无险拿下第一局 经过第一局相互试探和摸底 第二局一上来双方就打得有来由啊 互不相让十分激烈 就连观众席上的刘国梁都有点坐不住了 比分来到7比6 两人更是上演了一场多把队了 漂亮 转正手 两人进入到桑池 又回到反手 漂亮 比损指导也毫不吝惜自己的掌声 紧接着伊藤再次祭出闭关修炼的发球 结果直接发出球台 莎莎捉住机会11比8再赢一局 都中路短了 这个球机会 好的有了 漂亮的 第三局一上来 莎莎发了一个触网幸运球 看看莎莎这速这好刀没话说 而伊藤不信邪 又使用新技能 结果直接又给莎莎送了一分 伊藤在莎莎的疯狂输出下 一比四落后 哦哦好球 再往上顶 日本教练眼看着比赛就要打花了 着急忙慌地叫了暂停 并拿出了一本武功一级 这是要现场传授武林绝学吗 莎莎才不管你什么绝学 你强认你强 我是国拼小魔王 瞬间比分来到10比3 但伊藤顽强抵抗 用自己接发球的手段连追三分 不过已经于事无补了 最后莎莎11比6拿下第三局 大比分3比0拿到赛点局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孙颖莎会赢时 结果却出乎意料 拍局孙颖莎状态火爆 拿到三个赛点 不料伊藤厚称发力 连班两局 难道这是要复刻莎莎女团 逆转她的剧本 比赛来到第四局 莎莎准备充分 拍局就拿到比分优势 伊藤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决定放手一搏 便使出了自己的毕生所学 果不其然也让她紧紧咬住了比分 你一分我一分真的是太精彩了 一分来到9比7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孙颖莎要结束比赛了 没想到伊藤每成顶住了莎莎的发球 再次连追三分先拿到小局赛点 双方10平之后 莎莎见发球没接好 最后让伊藤12比10逆转扳回一局 来到第五局 伊藤每成经过上一局的发挥 气势来到了最高点 这一局打得异常凶猛 而莎莎似乎还停留在上一局的失利当中 让伊藤打出了6比0的梦幻开局 尽管莎莎很集中注意力去追分 但由于分差还是太大 最终只追了4分 让伊藤每成再下一成 好的 对于才20岁的孙颖莎来说 是十分需要这种磨练 让她成为一名更优秀的运动员 比赛来到至关重要的第六局 仍是莎莎的赛点局 究竟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比赛开始莎莎就连发两个长球 连拿两分 打得伊藤每成措手不及 并且还主动喊起来 同时离孙指导每次都站起来给莎莎鼓励 这教练也太暖了 看来是走出第五局的沉闷了 而连扮两局的伊藤势头正胜 迅速把比分追至3比3 可惜也就仅此而已 因为接下来莎莎要上演小魔王实力秀 打得伊藤毫无还手之力 漂亮 打一个高抛 按手衔接转正手 漂亮 哦 哦 还有 吸一个短 最后莎莎以11比4碾压局结束比赛 用实力证明人间指腾片不是浪得虚名 希望伊藤赛后不要哭着接受采访啊 看来莎莎不仅能逆风翻盘 还能在顺风中乘风破浪 希望莎莎越来越好 喜欢莎莎的朋友 点赞关注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莎莎 我们下期见 我觉得确实自己也打了决赛了 其实整个状态什么的 其实也保持得不错吧 我觉得不管晚上对谁吧 我觉得还是全力以赴准备好吧 然后珍惜最为常的比赛 然后我也会全力以赴吧 感谢观看